L跟R的 這個線路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說我們這個線路裡面 有R 然後有L OK 那基本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的話 假設你現在電流流過去 正負 正負的話 那總共的issure 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在上星期 我們已經知道這是電流I的時候 IR 再加上L DIDT 這是我們已經知道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把這個關係式 在各項乘上I 為什麼要乘上I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如果乘上I以後 I平方R 是不是就是通過這個電阻的 所 每個時間所產生的 energy 換句話說 這個power 在電阻方面所損失的 這是R上面所損失的power 然後呢 這一項 I乘上V 是不是就是它所提供出來的power 對不對 這個是 外界 電動式座 所提供出來的power 那你現在看呢 那你現在看呢 電動式座所提供出來的power 那你現在看呢 電動式座所提供出來的power 它應該是屬於電感部分所產生 所提供出來的power 所以 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直接怎麼寫 這個電感的部分 這個power 的部分 存在 就是這裡面的磁能的變化 磁能的變化 隨時間的變化 這個就是 在電感上 所損失的power 那 就是等於L R DT 好 那我再把它 稍微預算一下 我說 DU O I 平方 二分之一 DT 沒有問題 換句話說 你從這裡面 你就知道 DU DU 實際 這個 在磁場裡面所存在的能量 你把DU 把它 放進來 把它加總起來 那這個加總起來呢 就相當於是D的 二分之一 Li 平方 或者你直接要把它寫成 這個像也可以 都沒有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變化是什麼 因為你變化的是 電感不會隨著電流變化 它只是 跟這個形狀 有關係而已 所以 這個是DEPEND的 你的 這個整個形狀 真正變化的是 在這個 I 的部分 所以我們說 電流 I 從0 一直到 這個 I 的部分 我們的磁能 也從0 到 UV 所以 你馬上可以知道 真正的磁能 實際上 就是等於 二分之一 Li 平方 這是我們看到的 這個磁能的情況 那 就是 OK 我們把這個Energy 再定一個更清楚 是 Mechanical Energy 在這個電感裡面 Inductance 好 所以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條件 你之前有I的時候 你的磁能是這麼多的時候 那你就會看到 就是說 我們在上清洗已經看到 假設 我原來是 Off OK 然後呢 T 等於0的時候 讓它動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這裡 電流 隨著時間T的時候 它是怎麼樣變化 原來 電流 這個開關關上去以後 剛剛T等於0 剛剛T等於0 那 電流 剛開始有沒有電流 有沒有電流 有沒有電流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關很久以後 電流等於多少 今天3號 今天3號 有沒有3號 3號是哪一位啊 因為我看每一個同學 這樣子呆呆的 劉兆序 對 劉兆類 不在 劉兆類 4號呢 對 楊孟傑 關很久以後 電流等於多少 等於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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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關很久以後 這個相當於什麼 短 短路了 不是斷路 短路 OK 所以 他是這樣子的 一直增加的 對不對 所以 你會看到 就是說 當t 很大 的時候 換句話說 當 di 比t 等於0 的時候 也就是說 在t去進 0的時候 t去進 無窮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可以 在電感這個位置 它的 Energy的變化 是等於0的 換句話說 它是一個 短路 的情況 所以 你會發現說 我們實際上 在這個時候 這個磁場 已經是穩定了 那 基本上面 它的磁能 是不會改變的 這是 第一個 我們 rl 線路裡 在上個星期 我們 已經討論過的 這個 觀點 那 這個觀點 你可以 完全用的是能量 的觀點 來討論這個事實 好 那 假設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就舉個例子好了 ok 我說 我想要去計算 Energy density 那 在一個 磁場裡 那 Energy density 要在磁場裡面的 Energy density 的情況之下 我就考量 我現在 用我最熟悉的一個 系統 那就是一個長的 螺旋旋軟管 那 它的長度 呢 是L ok 然後 我期待的是 在 它中心部位 你這個長螺旋旋軟管 我們在之前也講過了 你看到這個螺旋軟管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看到說我們的螺旋軟管如果 這個電流是這樣子的情況 ok 那 你看到 它其實 它其實 這整個中心的磁場 是一個均勻的磁場 當然 你這個尾端的部分有邊端效應 那基本上我們在考量 非常非常長的螺旋軟管的時候 我們都不把這個邊端效應放進來了 我們只考量這中間 是一個uniform的長 這個長 我們之前也知道了 我把大小寫出來 它就是 它就是 μ0 nr n n 的話呢 就是單位長度 的 渣數 ok 這是在內部 inside 那outside呢 它是等於0 這是我們之前已經推導過的情況 那對這個螺旋軟管來講的話 剛剛我們已經得到 我們的ub是等於2分之1L i平方 ok 所以 依照這個mh的大小 mh的大小的話 如果我要求 我們的 energy density 就是相當於 在這個 內部所存在的 能量 就是說 這個 energy density 呢 我用小U 那這個呢 相當於大 UV 除上它的volent 那這個volent 我可以看到 假設它的截面積是A 這個截面積是A 長度是L 所以這個volent的大小就是A乘上L 換句話說 這就是我們2分之1Li平方 除以Al的部分 那當然 你可以去算它的質感值 那這個質感值的話呢 基本上你依照定義 i分之N 5V的部分 你可以算出來 這個 算出來的話 是等於 μ0 n平方 Al 這個我不再算 之前我們已經算過了 那你就把它帶進去 我們會發現一件 有趣的事情就是 μV 這些 UV的部分 把它放進來 L放進來以後的話呢 就是等於 2分之1 所以 μ0 Al去掉了 N平方 i平方 OK 那這個值 然後 μ0 分之1 我們把 v放進來 μ0 ni 的平方 OK 這個 這個 就是我們的磁場 的大小 換句話說 我們實際上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2 μ0 分之1 平方 這個值 4 雖然我們用一個非常 sq 所推導出來的 用一個場子導線 所推導出來的結果 但是 它卻是 一個general form 這個general form 就是說 在空間裡面 如果你的場是B 那 在這個空間裡面 你的 energy的density ok 那 這個energy density 對應 對應 於這個場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 我們把電場跟磁場 一起放進來 來討論的話 那對電場來講 Electric field 我們用E來表示 mechanic field 我們用V來表示 那 對於電場的部分 我們一樣的 在之前 我們也算了 這個 電場的 Electric density 的 這個 Electric field 所對應的 energy density 它所對應的是 二分之一 一雄零一平方 這是在真空裡面 那如果有介質的話 就一雄 就變成 這個 就變成 二分之一 一雄一平方 這是我們在之前 就計算過的 那現在 在磁場裡面 這個Energy density 就是對磁場而言 它就變成是 二分之一 mu零 V平方 ok 當然這個是 裡面是真空的情況 那我們以後 我們會講 假設 我這個不是真空喔 裡面這個不是真空 我放進去鐵 或者是其他的介質 它是磁性介質 或者是能夠引起 它的磁的變化 包含是順直性 鐵直性 都沒有關係 那 這個mu 一樣的是 跟這邊一樣 這是界電常數 放進去一個介質裡面 隨便的 這個磁性物質裡面的話 那我們這個mu零 你就要把它變成這個mu了 換句話說 這邊就變成二分之一mu 比平方 那同樣的 那同樣的 在這邊我們看到 這是Total的 Energy 二分之一 Li平方 那如果你不健忘的話 在這裡 Total的 Energy的部分 是儲存在哪裡 Total的Electric Energy 是儲存在哪裡 儲存在哪裡 電能儲存在哪個 裝置裡面 電容 電容 CV平 所以現在你看到了 電能儲存的 是在電容裡面 所以我們要把 磁能儲存起來 一定要有電感 要把電能儲存起來 一定要有電容 才能夠儲存 我們整個能量的情況 所以能量的一個儲存方式 變成你可以有電能 你可以有用電感來儲存 你也可以用電容來儲存 那這兩個儲存的形式 也就是說 你所得到的能量的形式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接著 我們來看一下 OK 假設我們現在 有一個電容 已經沖好電了 好 好 電容已經沖好電了 那 你就知道這邊 已經儲存了很多的電能了 那我現在把這個回路裡面呢 加一個電感進來 換句話說 如果我這個開關 我把它ON以後 那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原來的電能 當開關ON以後的話呢 那 它有部分的電能 會跑來轉換成什麼 磁能 然後有部分的磁能 又會轉換成電能 OK 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問題 好 我說 這個 原來的 這個 TOTAL的Q 是 T等於0的時候 它的總共的能量 這是 大Q的部分 那 換句話講 在T等於0的時候 TOTAL的能量 就是 2分之1 我們已經知道CV平方 那也就等於2分之1的 C分之Q平方 這是我們在 時間T等於0的時候 那 時間呢 T等於0的時候 我們一關掉以後 我就不知道 它的這個 能量呢 OK 在這裡 在某一個時刻 它的 Charge 是Q 然後呢 你會發現這邊 會有 實能產生了 OK 好 那我們看看 我們說 對這整個回路來講的話 我在T時刻的時候 總共的能量 是2分之1 第一個 CV平方 那 第二個是 2分之1的 Li平方 要等於 T等於0的時候 TOTAL CHARGE 2分之1 CQ平方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部分是 我們可以把它轉換 因為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電流I其實是什麼 電流I是跟這邊的 電荷的變化 是相關的 所以我們把這一個項 把它變成是2分之1 C分之Q平方 這Q是誰的時間在變化的 然後再加上2分之1L I的部分是底Q DQ DQ 那這個要平方 是等於2分之1的CQ平方 好 那你現在你看到 全部都是2分之1 你把它拿掉 那還剩下什麼 我們說 DQT DT 實際上 把這一項拿過來 是等於1C分之1 Q平方 減 小Q平方 然後 這整個 再開根號 還有L要提出 OK 好 那你現在你看到的 這邊是 跟Q有相關的函數 那T 底T是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跟T有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把它做變數變換 不是變數變換 不是變數變換 就是把 那個 這個 變數相同的 把它移到一邊來 這邊就變成 Q平方減 小Q平方 就等於 更號 LC分之1的DT 所以一邊 全部是Q的函數 這一邊呢 這個是常數 這是T的函數 所以 當你把它變成這樣子以後 你就很容易了 我把這個 積分 積分 當T等於0的時候 T等於0的時候 我們知道 它Total的Q是 最大級 當T時間的時候 我不知道它是多少 所以你現在把它變換以後的話 這個積分 是Oxide Q分之Q OK 我可以從Q到小Q 就等於 更號 LC分之1 這是T 上下線 T減0 所以你馬上看到了 這是第一項 Oxide Oxide Q分之Q 減掉Q 放進去 是等於1 1的話 Oxide 1是2分之π 就等於 更號 LC分之1的T 所以你把它 稍微整理一下 就變成 Q T 1 1 就等於 大Q 這個一項過來 Sine 的 更號 LC分之1 T 加上 2分之π 實際上 這個我就可以把它寫成 cos 的 更號 L 11分之1 T 那你寫到這裡 你就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 什麼事情 我們說 在這裡的Q 我這一項把它拿掉 好 這裡的Q 隨著時間 它是在做震盪 它做什麼樣的震盪呢 當T 時間 等於0 的時候 它最大值是大Q 然後 T 到某一個值的時候 讓它等於 這一項是等於2分之π的時候 這一項是 更號 L C分之 是 某一個時刻 等於2分之π的時候 它是等於 OK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是 它是這樣子下來 那我們說我們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我把它 計算一下 我就會發現 這個時間 T 乘 等於 更號 L C 乘上 2分之π 那整個週期 它要回復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算成整個週期 大T 大T的時候 就是它等於2π的時候 對 有 對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平常 我們把這個 這一個值 叫做什麼 Omega 換句話說 我們可以把這一項 整個怎麼寫 大Q cos Omega T Omega分之一 不是Om 這是Omega分之一 OK 這一個項 就是我們的Omega Omega就是我們的 Nature Frequency 自然頻率 所以我們平常 我們說 我們的週期 T 就等於2π 除以Omega 除以Omega 這也是我們 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你現在你知道 它這邊的電流 這個Charge的部分 就等於 一開始的時候 這是正的喔 然後全部 到這一點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這邊的電能 也就是我們剛剛寫的真相 把它寫在這裡好了 好 我說 當 在這一點的時候 這邊的電能 全部 因為Q等於0啊 所以這一項不存在了 你就會發現 在這一點的時候 它只有磁能 存在 就變成全部的電場 等於0 變成磁場 然後呢 開始 Charge 是相反方向 這邊是正的 這是負的 那電流是從這邊流啊 那你 在某一瞬間 你就發現 這個都都空的囉 然後全部都都是變成磁能 這Q等於0 然後下一瞬間呢 看到的電流 是變成相反方向 所以磁場 慢慢慢慢這邊充電 變成這個樣子 OK 到達他衝到最高點 飽和了 正版 原來是大Q的 現在變成負Q 那全部的 這是maxima 那這時候呢 又變minima 這個又變maxima OK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說 好 當這個情況的時候呢 在下一瞬間是什麼 下一瞬間 電流又等於0了 又是根 全部的 這個磁能呢 全部把它轉變成 這裡 電流呢 變成是 變成這個方向 對不起 這邊下來 就是 好像有一點 這是震的下來 這邊 下來以後 所以恰舉邊附的 這是充電 鋁 然後這邊又變負的 然後變成 這個變成是 I 是這個方向 OK 電荷 不對 對 是這個方向 所以它是這樣 沒錯 好 然後呢 再接著下來 那Q又變成0 然後全部 V又變成maxima 所以你看到的是 這個一個循環 這是第一點 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第二點的位置 就是到這裡 到這個位置 又是到第三個點 然後再回來 又回到這第四個點 OK 所以我們會發現 就是說 本來從電能 變成磁能 再從電能 又變成磁能 所以電能跟磁能 一直在這邊轉換 你們 有沒有什麼例子 是兩種能量 一直保持固定不變 固定值是這個值 然後它一直在改變的 在你的經驗裡面 有沒有 在過去的經驗裡面 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能量 從某個能量 變成另外一個能量的形式 能量的形式一直在轉換 很多例子 能不能想一個 嗯 痰 對 蛋白 動能 變胃能 動能 這個點是什麼 胃能最高 到胃能 到動能 就是一個 然後呢 還有沒有 彈簧 對不對 彈簧 彈簧 也是動能 未能 彈簧一樣的 你把它拉 這是平衡點 你把它拉出來 然後放開來 拉到這一點的時候是什麼 胃能最大對不對 放下來變動能 再變胃能對不對 再變動能 再變胃能 那 糖黃一樣的 這個 蛋白也是一樣的 例子 OK 胃能 動能 胃能 動能 胃能 全部通通是一樣的例子 那在物理上 這些通通都是類比的 到底以後 你們會看到 有很多同樣的像類似這樣子的 這個類比的部分的話 譬如說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信號 或者類比的電路 就是力學的東西 去把它的原理變成 這個廠的原理 能量的原理 其他的原理 都是用類比的部分 去把它一一的比對出來的 所以類比電路 類比的情況之下 通通一樣的 那這個只是一個其中的例子而已 就是能量的轉換的部分 所以現在你知道了 我們的 磁能儲存的是在磁場裡面 電能儲存的就是在電容裡面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好 到了這裡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沒有的話 我們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既然知道你的磁能 能量的觀點 那能量的density 是這麼樣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就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我如果 我們之前我們講的是 我可以去算L對不對 那L的話就看它的磁場大小 然後去計算L 反過來我也可以去計算 在空間裡面 我已經知道它的磁場大小 那我知道它的磁場的時候 我反推UV是多少 那UV我知道的話 我就可以推出這個場 這個空間 所對應的電感是多少 這是一個比較 這個反方向來思考的問題 我們現在我們就針對這個問題 我舉個例子來看待這個問題 我們常常會碰到的 我們常常會碰到的 一個長的同軸電腦 那這個長同軸電腦的部分呢 其實你如果把這個電纜的截面圖拿 你可以看到了一件事情 這邊找不到 一般來講的話 你會看到有一個Cable 那這個Cable 那中間有一根長的銅絲 然後這中間呢 是一個絕緣體 外面再包一層銅絲 那這個銅絲的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電流呢 它是流出來 所以電流流出來 然後呢 從外面這一圈流進去 OK 長長長的這個電流 那中間是絕緣體喔 我們從這樣子的一個迴路 它很長的迴路 然後在從外面過去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安培迴路定理的話 你可以清楚的 我就在這邊做一個迴路 然後半徑R OK 那我說對這個迴路來講的話 我的安培迴路定理 V.bl 是等於μ0i 那i呢 是這個迴路裡面 C這個迴路 所包圍的電流I 我們可以看到了 當這個電纜 就是小A 小V 那 R大的A 小於B 這個區間的部分的話 OK 我們看 在這個區間裡面 A跟B 這個區間裡面的話 好 對這個迴路來講的話 你是個對稱性的迴路的話 V.dl 它其實是 5 方向的部分 可以 OK 我們說我們是5 方向 dl 我就可以知道 V.dl 它其實是V 然後乘上dl 那V呢 是只有V5而已 我計算出來的分量 就是沿著這個區間 這個回路 C 的5 方向 那 V.ly 它其實 在這個迴路裡面 是在constant的 所以我可以把它移到外面來 所以V.ly 是等於constant 那換句話說 我把它移到外面來以後 對dl 對dl 積分 它就等於2π R μ0i 是等於μ0 大i 我們知道這是i 這也是i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V.ly 的值 其實就是等於2π 然後μ0 R分之大i 這是我們計算出來的磁場 這是很容易計算的 對於這個區間 你一計算出來的時候 自然而然 我們看到它是白方向 那r 小於a的區間呢 r小於a的區間 你看到的 我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一樣的是做一個 這個回路 那這個回路是c1好了 那我們會發現 對c1這個回路來講 全面都一樣喔 跟它一樣的做法 那 我的μ0i的部分 i 其實它只包 這裡面有的電流而已 不是包了全部了 裡面有的電流是包了多少 這個μ0i的部分呢 是等於total的i值 你把它 你把它 ok 我就直接把它寫成 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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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m0 然後 currentdensity i除以pi a平方 那底a呢 面積而已 實際上 我如果把它算一下 我就直接可以把它算出來 它是等於pi r平方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裡面所包圍的電流 只有大i的一小部分而已 那這個值 我也可以計算出來 你看 我就可以計算出來 這才是等於μ0 a平方分之r平方r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 ok 我要期待的是 我要算total的mechanic energy 那我要把所有的磁場都算出來 所以 我們可以了解到 這個mechanic energy 的部分 我的b 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r小a的部分 那它的值 這個左四 這個左四 bphi 2pi r 右四是等於μ0 a平方r平方i 所以你把它除一下bphi的值 就等於2pi 這個r消掉一個 2pi a平方m0i乘上r 所以這邊就等於2pi a平方m0i乘上r 然後r大於a小b 然後r大於a小b 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2pi乘0r分之1 ok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r大於b的部分 那r大於b的部分 你其實很快就可以算出來它是等於0 為什麼 一樣的情況 一樣的情況 我r大於r 我看到b.dl 是等於μ0i 但是i的值 從我整個回錄 我做出來的部分是r大於b 這個回錄 會該講的話 裡面有流出來的大i 有流進去的大i 所以我們的total i是等於0 你這上面的v.dl 都是v.dl 那是等於0的話 所以v.dl 所以我們把三個區域的場通算出來以後 接著你就要算出我的energy density OK energy density其實很簡單 我把它寫在這裡 μv的部分一樣的 對應三個部分 是等於2乎0分之v平方 你就可以算出來 大於v的時候是等於0 然後這個呢 2乎0分之v平方 這個就等於8π平方 m0 三次方 然後i平方 r平方分之v 然後接近裡面的 然後接近裡面的 這個m0 這個m0要在上面 這個m0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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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ension有一點問題 那這邊的話是m0在上面 那這個是三次方 就是r大於a小於b 這r大於b 然後r小於b的 小於a的部分呢 就是8π a四次方 然後m0 i平方 r平方 所以energy density 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們現在我們 看一下 我的total的 morganic field morganic的fuel 所對應的morganic energy 所以現在你看到morganic energy怎麼算 這是density啊 所以total的energy 三個區間的energy density 你就知道了 第一個部分 小於a的部分 那就是什麼 我其實mub 這小mub 要乘上它的b volent 我們現在要把它分為三個區間 每一個volent是多少 每個volent 比vr 你實際上是可以把它 因為你都是跟r有關係 所以每個volent 你是可以把它寫成什麼 2πr 再乘上d 再乘上l 所以就變成 一圈一圈 2πr 然後再乘上 這個厚度 dr 再乘上l 就是db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2πr 再乘上 這個長度l 我為了避免跟這邊的l 所以我用大l 我又跟這個l 應該用什麼 高度好了 h好了 好不好 就是 這個 長子導線 這個是h 好 那你現在知道 r從哪裡 r是從0g到a 這是一個區間 所以mub的話是等於8π 平方a四次放 mub0 i平方 乘r平方 再乘2πr dr 乘上h h 這是第一個區間 第二個區間是從 ag到b的部分 就是這個區間 一樣的8π 平方 mub0 i平方 然後乘上 r平方分之1 這個區間 這是2πr r dr 然後再乘上h h 在第三個區間 是 r大於a的部分 r大於v的部分 就從v一直激到無窮大 這個區間 但是它是0 那dv 所以你去算一算 它這一項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你知道嗎 依照我們這樣算出來的結果 我們 total magnetic energy 等於多少呢 total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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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出來 跟這一下 激出來 這很容易激 拍拍消掉 22消掉 然後r平方抵r 這邊r 這r四次方 然後四分之1 OK 0 激到h 放進去 我們把它算出來的話 我把它計算出來 我把它計算出來 是 4π μ0 i平方 h 它等於四分之1 加上log的 這個rr消掉 對不起 這是消掉一個 所以r分之1 就是log的 a g 到b 我們看到了這個是 log的 a 跟b 你得到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 就很有趣囉 你如果不健忘的話 我們之前 去計算過 這件 這個的電感 在當時我們計算的時候 其實沒這一項 只有這一項 換句話說 為什麼 你現在你的電感值 L 實際上就是等於 2μb 除上i平方 這個電感呢 在當時我們計算的時候 只有這一項 換句話說 那你的值的話 馬上就可以算出來了 那這個值 基本上面 兩倍 2π分之1 μ0 h 4分之1 加上log的a分之1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 這個比值 log a分之1 b 如果也大於它的時候 那我可以把這一項忽略掉 沒問題 換句話說 這一項來源在哪裡 0到a的區間 裡面的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當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就是等於 2π μ0h log a分之1 這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這同軸電纜的電感值 這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的條件 就代表 b 是遠大於a 因為b的部分 那個外勁 跟內勁 是非常大 大於1 4分之1的時候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另外一種 這是這個算法 另外一種情況呢 你會發現一件 假設我用電感的定義去計算 我的L L L你如果不健忘的話 它的定義就是 i分之n 5b 那我一樣的啊 我希望把5b放進來 nn就是那個導線 那個扎數啊 我會發現說 我把5b放進來 就是這裡面的 磁通量放進來 那你就可以知道 這裡面其實是 n不是等於1的情況 我可以算出來 這一個部分 是等於2pi分之 m0h 然後乘上1 2分之1 加上log的n1 這是我們考量 內部r小a的區間的部分 這兩個到底差別在哪裡 有沒有同學可以告訴我 差別在哪裡 這兩個 差在哪裡 這兩個 差在哪裡 這兩個 差在哪裡 這一項來源還是r小a的區間 這一項來源還是r小a的區間 這兩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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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